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圓滿落幕 各大獎項已經塵埃落定 不過比賽當然是有贏有輸 賽前被譽為影后大熱的鄧麗恩 最後都是不敵前輩無信君 難得Stephy心情依然沒有受影響 又去慶功宴 這次失落了女主角獎 會不會有少少失望 沒有 其實我真的用一個很平常心去面對 就算得與失 其實我覺得自己已經得到很多 在這幾個月有之前的獎項 也有很多人的鼓勵 還有大家對我的信心 我覺得就算得與失 我已經得到很多 但最後是Mojang拿了 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呢 都是我的心水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 很恭喜她 知道她有幾次提名過 第一次拿我也非常恭喜她 但其實剛剛宣佈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樣的 沒有 剛才我只是在那裡看 我想看自己的樣子 漂亮不漂亮 我喜歡漂亮 對 喜歡漂亮 其實Stephy這晚雖然落敗 不過她的悉心打扮 就贏得最佳衣著獎 可謂輸獎不輸陣 至於同樣失落影響的周秀南 就很坦白地說一早遇到 所以並沒有不開心 你對我想知道其實宣佈那一刻 心情是怎樣的 宣佈那一刻 就是全晚都很專心這樣看 還有全晚都 去到宣佈那一刻很頸殼 反而是特別頸殼那一刻 特別頸殼 全晚都很頸殼 還有宣佈那一刻原來都真的 不知道呢 可能那些音樂 再加上最佳女主角 是真的會 很緊張 是真的會緊張些 心會瀑布跳 雖然遇到不是 我真的完全沒有遇過自己會中 之前 真的沒有想過 所以也沒有特別不開心 但貼中了 會不會Mo姐 也是其中一個你的心碎 是呀 Mo姐是我的心碎 所以她一拿獎那一刻 聽到她的名字 我都很開心 都想吵一吵 至於上屆金像影帝 林家棟今年也入圍最佳 南配角 可惜最後輸給姜浩文 不過家棟都很有大將之風 馬上就在現場恭喜了對方 其實沒有的 因為每一年都有一個盛事 其實是所有人一起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最開心 因為很難得一年一次 全香港所有的電影人 包括國內的手足 都齊勢猶 我覺得這個是聚首一堂的意義 大於是一個得不得 但是會不會都即刻恭喜對手 很恭喜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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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實事名歸 但我自己 我自己 反而有些 其實今年有幾個 沒有入圍 因為其實我有看《窗外雙親》 我覺得朗月亭挺好 為何沒有 反而這些我覺得 希望未來有機會合作 或者有機會可以入圍 幾位落選者充分表現出體育精神 雖然今年和獎項擦身而過 但是能夠入圍已經是一份肯定 能夠入圍 但是那些人 我 我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